前些被对手给KO了 结果中国孟博爆发 上演绝地反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兽亮哥 北京时间4月22日 万巅峰系列赛9 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由五国随手孟博 对阵巴西选手卡托斯的比赛 孟博曾获得75门冠军等等 赛前孟博的战绩为26战20胜 完场比赛 孟博上演了逆境全身 其实说起孟博 想必要提到的一个人 那就是张维利了 张维利在未加入UFC之前 几乎是没有败机的 而在国内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 那就是MMA首秀 输给了当时的孟博 不过现在的张维利 早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张维利了 而这个卡托索有着怪兽之称 赛前卡托索已经取得了 11战9胜 其中74KO对手的部署场景 可以说实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比赛的时候 卡托索先是以 凶猛的高扫先发制了 不过孟博也好不知落 马上以凶猛的后手拳还以颜色 而后在面对对手的后手拳 只见孟博马上以连续组合拳 将对手打退了好几波 紧接着卡托索 残召孟博以重拳重击的面波 接下来双方马上技能激烈 而又收门对拼 然后后孟博开始发力 以连续重拳疯狂重击对手的面波 或许是知道战力有点打不过孟博 只见卡托索马上猛步上去 想要将比赛拖入地面 不过孟博也在做着奋力的挣扎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接下来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只见卡托索的面波 多次惨张孟博以重拳重击 不过卡托索还是很有实力的 马上以转身后登踢了回去 第二回合开始后 孟博马上以收门的低扫开路 紧接着双方再次开启的互拼模式 真口味是忽不相辣 接下来孟博抓住机会 以接腿摔将卡托索直接爆帅倒地 只见孟博马上猛扑上去 但是卡托索毕竟也是一位巴西罗素高手 也是没有吃到什么亏 回到战力对决后 只见孟博以连续走击 去重击卡托索的头部 第三回合开始后 双方奥博不说 马上进了秋门的对拼 接下来在面对孟博的祖侯群 只见卡托索马上门扑上去 将孟博直接爆帅倒地 倒地后 卡托索很快做出了一个背后裸甲的把位 想要KL孟博 只见这个把位似乎已经有点无险可击了 但是孟博并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努力挣扎 只见孟博成功上演了化学有一衣 回到战力对决后 孟博以连续疯狂重击对手的头部 虽然后面又被卡托索带入地面 但是孟博再次上演了绝地反击 由于战力根本就不是孟博的对手 这也让卡托索只能平民挨揍落 双方大战了三个回合 最终孟博一点出战胜的对手 本场比赛 孟博也将巾帼不让须眉引逸的淋漓尽致 赛后孟博直接向未免冠军 孟博发起了挑战 如果本场比赛能够出车 那么也将迎来一场中国得比的世纪之战 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下体育赛事 有我大手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会